今早好像是6.9 已經很好了 6.9 起床 我記得有些朋友是6點起床 所以我已經算很好 昨晚 我有四次快要睡覺 剛好睡覺的時候 被一些聲音吵醒了 然後我就睡不著了 可能比較興奮 然後他寫柔堂某女校 柔堂只有一個女校 今天有個新的中文老師 但是他應該不是看到那個報道線過來的 不知道 求眾獎金 沒錯 這個新的中文老師是教你的班嗎 不是 他好像只是教低范 哦 教低范 但是你們知道了他的新的班 我們知道了 因為今天開學了 所以老師他們就會介紹各位新的老師 所以我就知道了有這位新的中文老師 請了幾位新的老師 因為現在老師也有很多 小心 我們現在也很不夠老師 我們好像請了 1 2 3 4 5 我忘了是5位還是6位 但是大家都要下一個Apps 沒錯 家長也要下一個Apps 那個Apps就是每天上學前 你就要按在那個Apps上 就要健康申報 你就拿那些快速測試 就撩下鼻子 做完如果是陰性的話就上學 但是例如如果發燒的話都不能上學了 好像沒有接觸過 因為曾先生好像是我們做完節目才再確診了 所以 但是我也不是太清楚 應該我們試過快速測試都沒事 因為我是天天拆因為要上學 還有 我一向都破壞自己的形象 一直在破壞自己的形象 應該是最壞的 因為有時候有朋友幫我拍攝 他說做一下鬼面 你說做到做了嗎 我要跟那個人熟了才能玩到 你那個遊戲你跟我的人